池子里就有人要王 先搬佩罗娜 先搬佩罗娜 那再搬溪流 那人要王要放出来了 溪流 可能不能搬了 你拿溪流 我拿人要王加一袖白胡子是吧 这种情况就可以不玩了 而且还有一个战套王也是在的 是的 搬一个吃拳 那果然 应该就是溪流人要王或者白胡子 双方都得拿了 但是有一个小细节 监狱雷是不会玩战套王的 是 那可能不会一枪哦 但是监狱雷他说 我虽然不会玩 但是他很擅长去对付对面的战套 对 一手就选到了溪流 那二手的话 应该就是人要王了 对 人要王 配上一个白胡子 虽然说监狱雷白胡子玩的比较少 但是其实他也是比较擅长的 但是我记得在 我记得在上一期面对面的时候 他也是说过 他不是面对面 是船长派对的时候 他也是说过很讨厌去打白胡子 对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短板 所以每次穿的都到他战套的时候 对面就跪打白胡子放给你 所以后面监狱雷也是 刻苦的练了一下白胡子 五星研究 所以这次白胡子估计不会差 嗯 第二手 第二手的话就是战套完了 第三个选择 第三个 国宫艾斯或者是一个小红吧 对 普通艾斯的优先级可能会比较低的 因为每一次表现都不太好 对 嗯 每次几乎都是要放火枪的时候 就被抓后摇了 所以这一届穿长派的大赛 我还是没有看到 很亮眼的一个艾斯的表现啊 嗯 是的 而且关于这个熊的强度 哎 刚想说 难道真的要拿熊吗 监狱雷 还是没有拿 还是拿到了一手这个老艾斯啊 是的 关于熊的话 大家都认为 谁拿熊谁输的那种感觉 是 强度就有点低了 人家主战伙伴的一个选择 一场是一个马尔高 二手的话在没有龙马的情况下 剩下的几位伙伴强度都是其实差不多的 如果仰帽人这边拿一个路飞的话 其实碰不到白胡子和一万科夫的呀 对 这两个伙伴 可能首选强度更高的应该是黄元 嗯 因为能去晕掉那个马尔 那个白胡子和一万科夫啊 是 或者是一个黑胡子 果然这边 剑狱的赶紧抢下 是 那我觉得仰帽人要赶快去拿一个黑胡子之类 或者黄金中帽之类的有成绩啊 如果全部被拿完以后 那么剑狱的这边的一万科夫以及白胡子会 平AA的很舒服 是的 包括甚至像S都可以远程给你打输出 是 果然还是得拿 要不然不好去针对这两个伙伴 是的 比如说一万科夫原地的3A 2A 你的陆飞怎么命中呢 可是命中表 包括像鹰眼为个2A的位移 是能赚掉你的鹰眼的 嗯 好的 双方正好已经选择了 美蓝色方即使养猫人 是选到了战逃王 国风艾斯和西流 红色方剑狱雷 是选到了白胡子艾斯和伊瓦科夫 那第一回合是由战逃王 对阵到伊瓦科夫 整容上来说的话 其实就是这个西流 一定要顶住白胡子和这个任妖王 是 如果顶不住 可能就有点危险了 是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局 任妖王最终到一个战逃王 战逃王也是昨天 其实没有打出比较好的表现 是 也就是说中规中矩吧 死亡面也是命名中 闪过来一个战斧归旋 霸体顶掉了任妖王的攻击 闪A其实是打不了战逃王的 战逃王最喜欢的就是你的闪A 是 因为战逃王一身霸体啊 而且都是秒禁霸体 不会有任何牵羊 战斧之旋是被闪身 便宜给打断 这个卢被没有命中 死亡面也没有手继续 有点不理智啊 剑予雷 打得有点急了 其实你完全可以等技能不停的获奖 是的 起身是一个相扑形态 一起然后冲减斧子有霸体 战斧月琪没有命中 死亡面也是往一个预判的方向取人 剑予雷这边想要回血 战斧月琪直接霸体顶 顶掉了对方的一个回血 这个虽然晕着时常独够战 他们却A出一个4S伤害 一个支援和平主义者的收尾 血量是打得很残 剑予雷 手感还没有起来啊 死亡面也没有命中 死亡面再重就空了 第三个死亡面 是终于命中到了姚毛人的摘套完 来个陆飞应该是无法命中的 是的 一个不断的3A 回血能顶住一个陆飞 剑斧子相扑形态 先回到一个普通形态 这个手势有强化了 一起的霸体会被抓到 A过了 这边的霸体 这样的话应该是能带走 是 14秒时间已经不多 不给OE吗 不给 选择再打一套 如果不给OE 血量是不够拉开的 时间是5秒 剑予雷的血量是更高的 3秒 散过来 霸体也顶不到了 是到剑予雷即时调整的方向 来进入到双方第二回合人 妖王面对国凤艾斯 国凤艾斯是没有怒气在的 那这样的没有赤膊的国凤艾斯是很弱的 看一下这边 这边 霸体也很清楚了 霸体也没有命中 我不停的去等这个死亡被演就好了 没必要跟你硬刚 我只要上去你肯定要放剑斗机 但是这边一个回血的后摇 是被艾斯给抓到 身活不身活再多有刑技 四方炎柱交出来 打出一个倒地保护 继续一个趋力消耗了一个闪 往前丢 往前往前压了 火树硬花直接顶掉了对方的平A 那么这一波可能要带走了 杨颜竹浪加上一个沿上岗 直播状态 直接带走 剑狱这边这局打得又有点怪怪的 是 他总是想用着一个围去进行个回血 进入到双方第三回合 白胡子对接到公艾斯 展身躲一个从云街 杨颜竹浪也是没有命中 不敢再往前凸了 直播状态下的艾斯全是原出化 展身带躲一个双海振拳 同时四方火柱也是命中 再去给一个4A不停的骚扰脸 从云街命中一个破军冲到了杨额人的脸上 但是杨颜竹浪不敢再A了 杨颜竹浪再次命中 剑狱这边是没有游戏剑狱终止连招的 给一个生活不知火 打出倒地保护 剑狱已经掉到了半血 时间还有55秒 同时阎上刚下的四方火柱的双重桌上 其实是想打一个狮亭让他中这个四方火柱 但是被找了 杨颜竹浪 杨颜竹浪给到生活不知火 再次命中很准 杨颜竹浪再顶游戏剑狱 但是平A是顶不掉了呀 黄金中暴给上 抓了一个双海振拳的后摇 继续四方火柱压 四方火柱压起身 不断的刺伤害 杨颜竹浪也是被闪尘躲开 从云街有一个海振拳 给冲击波王的命中 可以看出剑狱这边的白护子 其实没有太好的思路 是 给一个奥义要给吗 其实两个奥义给出来 血量能拉平 大地侦探加上一个大骑切割 小这样的话会打住友情记者上线 是的 起身是有一个云抓在的呀 15秒钟 杨颜竹浪过来 一个揪击奥义 没有命中 重云线也是没有命中 最后5秒钟 火树云花什么都有点急 一个大地侍的没有命中 四方火柱被一个千金匹给挡住了 谁 谁 艾斯 艾斯站到了最后 第四回合 国风艾斯对进到老艾斯 杨颜竹浪没命中 火枪也给 所有火枪全部空了以后 其实杨颜竹浪一丝的血皮 只有剑狱里打到一套 就能直接带走的血量 但是国风艾斯 这边其实还有个独剧王的 闪身平A 有个黄源 给黄源捏住 那应该是直接带走 进入到双方的最终回合 第五回合 艾斯对进到溪流 好在这个溪流没有奥义的角度 火枪 一个展前 加上一个側面的雷雨震响 是顶开了一个黄源友情剂 闪身过来 展前没有命中 元素化也是没有命中 闪身过来直接平A 不过 对方是拿刀子的 雷雨震响加上脚回 硬打伤害 可以看出剑狱这边没有太好的思路 不太知道怎样去打这个溪流了 是 一个普通艾斯打一个溪流 还是太难了呀 雷雨震响 如果溪流这边再打到一套的话 溪流将会拥有顺身斩 艾斯将会毫无反手之力 是 雷雨震响那刀 收斩前 没有命中 剑狱这边的艾斯 其实打得有点 怎么说了 不太在撞他 这个压位置还是压得很漂亮 但是后续平A跟不上 火珠压一下对方的位置 不让对方打一个反手 起留不掉了天脸 雷雨震响被打断了 最后面的霸体是破掉了 银火往前压 时间只剩下33秒了 还不给30秒的时间 雷雨震响斩前不敢往前飞 杨猫人这边是没有闪身了 要等一下直接闪身 雷雨震响 火枪想抓一下对方的后摇 闪身最后一个也是焦掉 剑狱要赶紧找机会了 这个血量压不下去 火珠命中了 预判到对方的一个斩前 但是有个硬验的游行技 剑狱这边的血量 还是处于一个大烈士 只剩下12秒了 雷雨震响过来 直接抓回摇 抓到了 这波间奥义 伤害打两段 应该是能打回来 面里有行技还有5秒 伤害全部准备了 还有时间5秒 杨猫人再起身来 怎么能追这个血量呢 雷雨震响开爆器 冲刺想抓回摇 直接给一个旧药义 但是时间结束了 是的 那也是让我们高 来看一下BO3比赛的第二场 果然是搬掉了白胡子 因为雷汁哥哥 他其实打排位的时候 就是会搬掉白胡子的 这局也是出现了日赖 人羊王又放出来了 直接选择把医患放出来 自己来一手日赖 那么雷汁哥也是 可以去拿一个人羊王 日赖 剩下的像黑足 黑足的话 优先级可能不是很高 因为这边有一个 人羊王的情况下 里的黑足可能完全打不过 是 还有佩罗娜在 对 可能选 但是佩罗娜的频率 也是比较慢的 这个人羊王真的 可能很难对付了 对 只能靠着 看远程的一些普攻 能不能去蹭一下 是的 果然不会首选黑足了 会选一个首更长的佩罗娜 是 国锋艾斯上一场的表现 其实也还可以 对 要不要再继续去选择一下呢 当然国锋艾斯 还可以的前提挑战下 是 有露气 是那个 赤博状态 是的 还可以吧 嗯 第二手 黑足 看最后准备的选择是什么 这边也需要选手比较长的 是 不管是面对热爱或者说佩罗娜 A纳美 对 手长的只能是她了 嗯 那这个选择确实挺出乎我们大家意料的 嗯 而且是由雷兹哥拿到了这个A纳美啊 是 这个A纳美 我倒要看看 她在这个版本A纳美能玩出什么花来啊 是 来吧看一下驻战伙伴的选择 出战伙伴 依旧是吉德 剑瑞是拿到了一个应援以及个可比 但是我觉得真的可比她的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啊 真的不如西流 是 再抢一手 战斗员佐罗 战斗员佐罗 可以看到战斗员佐罗在比赛上上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出于一种预判 或者说放出来之后借一个暴气的人来起手的一个 嗯 想打先手 对 因为打后手的话基本上都能反应掉 对 是 黄元第三手 那么给到剑瑞的可以拿一个黑胡子或者是西流 所以西流可能会好一点啊 西流甚至像薇薇也是可以的 是 还是选择拿一个西流 因为机场看起来西流的一个作用还是很大的 嗯 是 双方阵容已经选择完毕 蓝色方 剑玉蕾是选到了黑族山智 A奈美 及伊娃科夫 红色方 即使仰毛人 是选到了日耐 郭峰艾斯 和佩罗娜 甲毛人这边选择把日耐放到最后 因为他知道日耐如果是没了的话 那这一局将会变得非常艰难了 嗯 作为一个陈底位的保底吧 但是日耐在之前的比赛里面 其实是非常表现的 非常亮眼的 对手都没有太好的机会去反制 没错 来吧 第一回合伊万科夫对一阵道 死亡美颜直接给 那这边可能要等下死亡美颜的CD 是的 竟然以为这边渐渐的找到了感觉 闪过来直接平A起手 那这边的黄炎他怎么给 能不能捏到这个伊万科夫 给黄炎最后一秒 闪身躲开 这个黄炎给的就有点懵了 是 已经出倒地保护了 死亡美颜也是被闪身躲开 闪过来想平A 平A起手到了 雅猫人这边不选择放科马西吗 感觉科马西如果在针对到一个天脸闪身平A的情况下 还是很有作用的 是的 不管是保护自己也好 棋手也好还是很不错的呀 颜面猛西杂出 死亡美颜命中 闪身再躲科马西 科马西放的有点晚了呀 这个时候科马西就是有后摇的了呀 而且他简单的作为取手几乎不可能的 是进入到双方的第二回合 人妖王对阵到古风艾斯 古风艾斯这边是没有怒气在的呀 往后一个闪身躲开死亡美颜 死亡火柱来压一下 不让你进行个闪身的平A 利用一个三方火柱打一个试影 杨炎竹浪想破你霸体的最后一秒 没破到 生火不生火也是没有命中 给死亡美颜命中了 闪身多有情细 直接贴你脸平A 这个有情细我觉得给的太急了 现在剑鱼里的思路非常清晰 我就等自己的死亡美颜 我没有 我绝不打你 颜面中击也是有一个追加 可以进行一个凸脸 火树樱花要被抓后摇了吗 两个闪身 想一个阳阳竹浪被打断了 这个平A打断了阳阳竹浪 这个平A是非常非常自信的 把脑锋交出来 但是没有任何作用啊 两包人不管是佩罗娜还是国风艾斯 死亡美颜直接找到了 找到了一个四方火柱里的艾斯 同时颜面坦克最后的终结 要带走了 是的 这也是让我们进入到双方的第三回合 是由仁妖王对击到日耐 接近满血的一个仁妖王呀 只剩个日耐 但是黑枪是准确的插在了仁妖王的身上 一个追跃剑拉了回来 闪生再多有情绩 一个小细节 其实剑鱼里不太会打日耐 是 可能仰帽人也是考虑到这一点 所以我选了一手日耐 看一下放弃了这个仁妖王 选了一手日耐 会打出什么样的效果 黑枪继续压一个位置 追跃剑抓到了仁妖王的位置 一眼还有一秒钟 是 看怎么去放 一眼放出来 是打断了日耐的连招 黑枪再放出来 黑枪 闪神 风捧交闪 直接反手围攻下 再度击得有情绩 反应也太快了吧 四王妹妹这些加上激动机 这边天脸的情况下 日耐可能连技能都不太敢放了 是的 还有45秒 直接给一个揪 直接给一个奥义 是命中了这边的千语剑 这个奥义卡的距离非常的准确 黑枪继续往前压 抓到了 一个追跃剑 将三个追加 拉回来 在没有奥义的情况下 这个血量应该不足以带走啊 应该是想等一下 一击二几能的CD 来通过一个伤案 打出口外输出吧 是的 或是说留着下一套 留着下一套 时间还有25秒 这个血量看雷子哥的一个 一万科夫能不能追回来 追跃剑命中 被平安打断 一个颜面冲击是命中了 颜面的哥又带走了 这个血量 要一三三了 我也是让他们恭喜剑玉雷2比0拿下